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昨天的大事件 宪法法庭宣布死刑虽然合线 不过对于个案要判死 是设下了层层的路障 困难重重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 废死是民进党党纲 但是台湾现阶段 并没有废死的条件 对于接下来立法院审大法官人事案 朱立伦表示大法官绝对不可以仇拥 变成意识形态守护者 因此不会让人事案过关 我也再一次呼吁民进党 废死是你们的党纲 但是事实上台湾目前完全没有废死的条件 为了推动你们的党纲 造成整个社会的伤害 这是台湾最大的损失 主席因为昨天脸书有提到说 因为赖清德现在提名的很多大法官 都是表态废死 那是不是也形同对死刑设下一个关卡 那会在赖清德表态之前的话 是国会认为巨省人事案吗 我已经说过了 大法官绝对不可以成为仇拥的对象 大法官不能够成为颜色的代表人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代表 或意识形态的守护 甚或是仇拥 我相信国会一定不可以让他过关